这些坐车的朋友啊什么啊讲真的啊 你看只要youtube没有用啊 你亲手看亲手做 你会feel到 很多地方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今天就在这边最后一站啊 这我们呢 因为我们要把它安上打压 本节目是由works 赞助播出 不要跟人家讲啊 OK好 现在今天呢 我们就已经搞好了 很多地方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今天就在这边最后一站啊 这我们呢 因为我们要把它安上打压 过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推去那个 射器 不是射器 做interior 做interior啊 做那些音响啊 做里面那些interior的东西啊 外观呢 其实是差不多了 你看这样子 差不多现在 如果安个椅子 就是跑msf了 但是我们没有要跑msf 所以我们 要做每每interior 全部要做回原装嘛 所以呢现在我们去 安好打压 做好全部东西 过后我们就可以 把这辆车 驾过去 做玻璃 做interior 全部地方 因为上次我们爆了那个玻璃嘛 你看 那个硬还在 它流血的 OK 啊 今天很快的 很快就可以搞点了 真的 Diah店请到我这种员工就TOP1了 Diah店请到我这种员工就TOP1了 以前看我做video关于这个goodtrip的 好现在 就要把这个goodtrip安在我们的车上 然后RIP我们就Refurbish了 Refurbish 啊因为你们如果每次去drift啊如果加KE其实没有力嘛15寸 这样牛肉13咯 辣到很美了 他们特别容易辣的是不是 啊是啦 讲事就对了的 OK 就是这样子啦 啊那个cup不用拿去了 回来这个cup啊 不要弄花了 那个Diah放哪里有 啊我们还会放这个 Hackers的这个TPMS Tiah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懂事我们啊 它可以check你在轮胎里面的温度跟那个 呃就是你的Tiah 啊你可以用PSI 可以用bar Tiah 呃Tiah在我们这个 21世纪慢慢也是进不了很多嘛 用我们会讲我不是跟你讲过了我会把这辆车做成 虽然他是89年那个Poton Saga那个款 但是里面是高科技东西的 就是我们会加这种TPMS下去的 OK这次我们放的是这个W1 W1 OK 价钱是499 它是US的这个chip啦 这个free scale 这个chip 它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那种function的 那种function啊 其实TPMS它特别的function 也没有几特别啦 就是它可以侦测你的 而且是US晶片啦 它可以侦测你的温度 跟你的Tiah OK所以这次我们会用这个W1 非常感谢hackers啦 然后还有非常感谢goodtrip也是 OK 所以Tiah我们用goodtrip 然后rim呢就用回 跟当年一模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要refurbish了那个antique的look嘛 对不对 然后呢就refurbish了就全部 产完它Torch 然后重新射过重新上光油全部东西 所以是非常漂亮的 OK 然后就要加这个TPMS下去了 OK 脚干 起着 雨 柱 ㄎ 穆 我们 等 Mountain 那么 这 还 这 想 roz 停 所以 我們已經可以走到 因为这个Hackers这个TBMS 其实很出名了啦 其实整个马来西亚 要买TBMS都知道 大概都知道是Hackers的 所以大概所有人都会安装 所有待在店都会安装 很普遍的一样东西了 变成 先把那个头放了下去 放完下去了 你这个下面 那个芯片要贴稳那个RIM 这样就可以了 至于很多人讲TBMS 中国的什么都有嘛 其实为什么Hackers可以卖到这个价钱 其实是因为 就算你今天啊 你的车啊 你驾这一半啊 你撞车也好 你在大家店搅烂了也好 做烂了什么东西都好啦 你是可以一对一配回的 就是你不用再买整套的价钱 又再买了整套回来 你可以只是买那个Sensor回去 又再配回去 这样子 所以而且它是自己Auto Auto去detect的 整个东西 这个就是那家主机了 然后上面有QR code全部Brand Hacker 是个W1 刚才我给你们讲了是用W1 然后这个就是它牌子 然后往上这样子放用太阳人的 不需要做太多东西 就是放在太阳那边给它晒 它就Charstein了 所以它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启动 什么时候不会启动呢 其实是当你有movement的时候 你的车如果停在那边两个月是 它其实就是停两个月没有做工 但是你一动它 它有detect到你动 它就会出来 碰 你开始动了 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是它会给你的线 因为怕如果你放在室内太久 它的电没有了嘛 就是如果你坐在underground car park 什么都好 它就没有跑了 没有跑了这样子 不是没有电咯 这样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预备的方案的 就是用micro USB 可以充电 然后充电 然后插你的那个烟灰头 power bank 那些都可以Charstein 就这样子 然后Charstein回早 然后你就放回太阳那边 很简单的 整个pension都是很直接很简单 这个是美国的晶片咯 当然它还有 German晶片 美国晶片 中国晶片 它们价钱就有差别了 其实美国晶片也好 德国晶片也好 中国晶片也好 其实那个晶片呢 也就是那个sensor 就是sensor 每个国家不一样的话 看它怎么样做 它有美国有 这个sensor就是这样子 都是要放在Daya里面了 你是看不到的 你看到的是这个罢了 其他全部在Daya里面 所以交换Daya什么都好 它也是auto 你可以配回去 怎么样这样子 很简单啊 整个方式很简单 你交给Daya店肯定会的 这次我们用的是17570R13的 你看啊 这个其实是 Tradware 320 很適合那种360 360个Tradware 所以它是 简单来讲是一个中型 可以for everyday drive 然后跑长途也是ok 这些 所以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台 性价比又高 这个最重要 如果在16寸以下呢 就是用这个GP16 16寸以上呢 就用GR66 也就是 之前我拿那种C-Class 在飞机上试那个Daya 那个就是GR66 现在这个呢 是GP16 就是16寸以下的 都是用这个 这样的 有点准备 最重要的 是 有点准备 我能够到 这一步 是 在这一步 只是 它是 是 这个就是装了TBMS过后 他会跟你讲这边有小心啦 这个是有TBMS的咯 看到吗 它是有个黄色一个点这样子 是给你知道这辆车是有TBMS的 这样的意思咯 然后切到回头切一下 现在给我们轮胎就装完了啦 OK现在我们要安装轮胎 这样你帮我按是我按 你按你可以啊 没有你偷上去我打螺丝 OK F1吗 F1啊 OKOK 我给各位跟你们讲一下一个小小的东西啊 Megmar这个款呢其实是8个WARF嘛 8个WARF的那个RIM呢是4个洞啊看到吗 1 2 3 4 但是12WARF啊 12WARF的就是后期一点点的呢 MegaWARF啊那个叫做12个WARF的那个Engine的呢 是很多个洞有8个洞啊 一个一个一个你们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是跟回当年一模一样的 没没啊来 有点心痒痒啊换DRIM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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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他们是有中间这个Cover的 for这个 呃 Saga 所以要Lub回去 怎样Lub啊呗 就这样而已啊 OK OK 现在我们站起来一点Cut Look at this Cutada 漂亮不样 Look at that ass like yo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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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ng that ass bad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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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ada This is like a feel 很漂亮 出来一点都会更好啊 OK 好刚刚我们就安完所有的Taya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安一些Accessory的东西了 算Accessory吗 算啦 Accessory 就是玩耳啊玩等的啊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全部保留原装啦 我们保留原装 所以这次我们全部用的都是HELLA的啦 也非常感谢HELLA的这个 鼎力支持 非常感谢 所以这次我们会用Chrome耳 这个是我最推荐的一个Fanfare耳 也是他们所谓叫做BM耳 这个最top啊这个 OK吗那个声音 一换了一换了出来的话它很高级 很高级啊 那个声音很高级啊 OK 所以我们开出来看一下 啊 这样子 OK 看整理你们记得放进去之前 那个手指印啊全部要抹掉干干净净 放进去这样它就很美的了 OK 这样子 OK这个换是非常大声 而且Blanket大家一定要锁好 因为原装来的blanket呢 其实是已经够用了 尽量不要去拆那个螺丝 它有Torx Pack 兄弟 有点Hengji 哟 哟哟哟哟哟哟 关机了 所以呃 我们现在因为blanket 我们全部弄好了嘛 所以我们等下直接按上去就可以了 对 要买可以上边边做空 然后灯泡全部因为我们跟回原装 其实现在已经有出那种LED啊 什么啊那些全部东西 但是我们为了要给那个Antic Fuel啊 做回那个原装的batten啊 所以我们用回这种旧款的灯泡 这种batten啊 我们一定要用回这种小力的灯泡 还有车牌灯是用这个啥 对 车牌灯是这种叫什么啊 T10 这种叫T10啊 嗯 而且他们这种是这种bub啊 你们懂那个brake啊 有时候你没有 你不过你开了灯啊 它是比较浅的红 你开了然后更亮嘛 对不对 所以它会出两个角的 这种是Single角的 是for那种Signal Signal对吗 Signal跟Reverse light Reverse light都是用这种单角的 这种一个一个头的 所以呢 brake的那些就要用这种两个头的 所以我们全部有到完整排啊 就是用传统灯泡啦 你看到啊 它就是两个角的 一个角的就是灯一亮 它就是这样亮 两个角的就是它一亮了 然后它可以在彩配的时候又再亮了一个 就更加亮 ok 就是一倍亮就对了 ok 我们现在安安 好 现在我们就先try一下这个耳 到底感觉怎么样 来 3 2 1 来 哇 等一下我看有没有敲到啊 再来多一次 哇 ok 来多一次 哇 ok fit fit啊 美美啊 就是这样子 现在美美了 现在这个Chrome耳搞定了 然后我们就要放所有的灯下去了 对啊 ok 来 在我手上呢 就是我们这次会用的这个大灯 就是HELLA的PETINIUM 加100% 这个真的是 西北亮 照亮你的前途 对 真的是你的前途 这是我们用这个的H4大灯啦 所以H4也是一样有大 呃就是有normal大灯 然后再射高灯 全部都一体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教你们怎样安装 ok 大家记得安装这个的时候 手不要摸那个灯泡啊 千万不要啊 手不要摸灯泡 摸下面的脚是ok的 啊 记得啊 手不要摸大灯 那个branket 是一个门来的 把它 拉回进去 锁住它 可以啊 再问你 诶 记得我买了 诶 记得我买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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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现在我们就要用这个所谓的T10 来自hera的T10 ok 5W w5w 你看啊旧款的灯啊 用一条钢线像拉住而已 很得意的 真的是很得意的 用一个钢线这样拉住 就是这样子拉住而已 用一个弹簧这样 拉住它就这样罢了 后面的灯呢 好 刚刚我们就上完大灯了 现在我们就需要弄更多灯 灯的地方全部处理了 等下我们就会点着来看一次 好 来 现在不要这样多废话了 现在人看东西不想看对话了 OK 转进去 其实是这样子罢了 很容易 就这样子就好了 你看到吗 very easy 来 要锁上去了 我不会锁这个 要锁螺丝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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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擦碰的 看他整个手机有趣了 OK,好,各位,万众期待的这个 沙隆,这个在Poton Saga,其实最出名的 就是这个,这个会亮灯 怎样亮灯呢?它后面其实是有灯的 它会有的,所以 而且这个也是Made in Malaysia的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会给它亮灯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测试了 OK,现在我们就来亮灯仪式了,来试下看我们的小灯 啊,旁边两盏全部亮完 有了,可以 OK,再来大灯 再高灯 哇,全部亮没有问题 漂亮漂亮 这个久了,还可以拿来煎牛扒在上面 OK,这样我们要去看一下后面了 啊,等一下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你关掉 你看到这样,大家focus on this one 你开 哇,我的Saga早了 哎,不是,我的马来西亚国旗早了啊 马来西亚唯一辆车那个logo会亮灯的 就是它,它一定要亮灯,看到吗 各位,哇,来我的 OK,好,我们先试看后面了 OK,好,现在我们去看我们的后尾灯 看看刚才有没有,有没有跑了 OK,来试下看 哇,啊,踩多多下 OK,开灯呢 normal 哇,车牌灯全部有亮 brake灯有亮,OK,再踩brake 应该是车不够电了 因为它又很high power,因为我们车没有sart车嘛 所以OK的,OK的,是OK的,没有问题 OK,老板 终于搞到七七八八了 终于有一点样子出来的了 感觉怎样先 所以,花了三个月时间 终于 从一辆旧车变了一辆原装的 1989年的国厂车 是哦,那刚才我们也是亮灯仪式了 亮灯仪式了 已经亮了,美美了,现在很厉害了 这样,满意吗 满意啊,对我来讲满意程度肯定是有的 像我们COWER的GARA 原版人马就全部用了三个多月时间 就从零开始整辆车 做到完 然后下一步我们就会先去强化车身 强化车身 就是我们会做一个Foam的东西 Foam就是好像把那个Foam打去 因为我们大铁如果没有放东西 是不是空空 它会有回音这样子 它就是把那个Foam打进去 让整辆车更加结实一点 然后我们还会做Sound Proof 然后再做音响,再做Interior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过后还是会回来这里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会用到一点点地方 但是最主要是成就感 就是一个30多年的引擎 终于是复兴了 现在全部复兴到完 差不多整车复兴了 所以简单来讲 这个是GRADE A的RESTORATION 有GRADE C、GRADE D 我有看过 那种叫做RESTORATION 但是是最差的CENTER 就像MASAGE也是有分很多种的 有好的不好的B2B什么 像这个是TikTok 在mechanical方面 就是差不多完成了整个东西 所以我非常感谢COVERTEC GARAS 全部人的配合 哇那个WIRE RING 这个东西洗别头痛 那个是在你们镜头看不到的 你知道吗 每天热热热热 这边WIRE RING 这边TICK 那边TICK 东西又旧 洗别难弄 这样老板你在坐这个车的时候 你们的 传队有没有讲遇到什么是 很Kick手很难搞的问题 在这个Saga 有啊 因为零件问题 零件啊 很难找吗 还是 零件问题 还有电子的问题 电子 很少电子了吗 不是 是啊 DG filter 那边比较Kick手一点 Kick手 因为现在新一代的 mechanics 都太认识它了 不会这种东西 什么GAPETA 哇这样多力螺丝转转转转 你就可以调好了 什么来的 要用电脑的吗 因为这个是不需要电脑 真的是没有电脑的吗 没有电脑 给你用 没有电脑啊真的是 所以 我们也是想了很久 不懂要怎样搞 也是不会搞 很难搞 到最后可以解决 可以啊 因为我们 本来西亚还有很多高人在的 不错啦 过后我们还要再做大精啊 还要再做 车身打firm 做South Pro 做Interior 玩了过后 我们还要做一轮那些 Testing Testing 玩过后我们才可以 正式走上马路上面 那个RuteTex有在没有 有有有 有在 不然那RuteTex都没有了 好啦今天就是这样子 要非常感谢他们啦 从没有到有到现在 看起来有一个Patter 剩下里面是空的啦 现在没有内涵 还没有内涵在 但是外面那个壳已经是差不多了 七七八八做到完了全部东西 然后 呃 再来过后我们会 Testing 那个 Suspension 的东西 因为我怕等下我们 加重了车里面的东西 那个车的 Suspension 啊啊啊 怎样讲啊 符合不到啊 符合不到 这样子啦 所以我们就可能会 要欢 我们再试看 这个东西我们还要再去试 然后 轮胎 全部的部分 全部已经是 搞到完完美美了 OK 全部东西真的是不简单 Restore一辆车真的不是说好像 哦 弄一写车咯 然后拿回来就叫Restore了 哇 真的不是这样子罢了啊 真的还有太多太东西是你看不到 我 我一直也是以为 因为我第一次Restore一辆车嘛 我也是以为 哦 东西拆出来拿去射了去 拿回出来东西放回去就搞定 哇 妈的坐了下去还知道 都拿回来 这样难了哦 哈哈哈哈 这样难了哦 这样多东西哦 真的是 你没有那个方面的知识去啊 没有他们我真的是完成不到这个东西 所以 非常感谢你们啦 然后 OK 所以我们下一步 就要开始去做 Interior 这个东西 好 OK 我们下次见 谢谢 谢谢 今天我们的这个Saga呢 就已经来到蛮后面的阶段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做一个 算是Interior还是Exterior的东西 它是一个叫做Foam的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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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